小提琴家弗露娜 闭着双眼专注演奏这首 闻名全世界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但别看小提琴手动作流畅 其实2015年弗露娜因为一场意外 摔断两只手臂 手术加上復健 花了一年才复原 挪威天团秘密花园 2001年发表这首歌 You Raise Me Up 至今累积超过500个演唱版本 单曲销量全球超过1亿张 而这首夜曲则是他们的成名曲 第一张专辑就登上美国告示牌新音乐排行榜 近榜时间长达一年 我只是想说我和所有歌曲的艺术 我们回到台北 秘密花园的音乐具有强烈的爱尔兰和北欧的民族色彩 这回睽違14年再度来台演出 要用热情奔放的旋律大动乐迷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